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如果看到有广告可以的话可以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阿黎 今天说一宗新闻 英国走到东欧人之后 就不够人了 英国其实需要 多些劳动人口投入一个市场 即是说什么 如果你本身打算来英国 就怕没工作 其实你不用怕 基本上你不是盲啊 币不是龙啊 盲的 我想他都请你了 第二件事就是英国 确诊人数增加 但是 这里有个表 我看看 死亡人数是 Case是增加了 但死亡人数是低了 现在就基本上 一定会解这个lockdown 我也相信会解 我都留意到 市面上的 物业或者铺位 基本上 基本上这些价格升了 是有人在抢 之前 昨天 星期二得道 亦出了一条片 英国 市场的物业 都是在升 我记得他有条片 是有讲过的 我看一下 指指给你看一下 他是有讲过的 英国正作复苏 他也有讲过的 他也有讲过的 有兴趣看回他的节目 我不是在介绍人的节目 我讲而已 例如你讲回你今天的题目 在英国《卫报》 应该是两天之前 8号的时候 8号的时候的新闻 这个标题 标题就讲到英国的雇主面临到 自1997年最严重的劳工短缺问题 由于什么原因呢 原来 他说 就是他们 就是这个报道 就说 由于 那个疫情解封了 就是那个 lock down 开始解封了 还有 那些 非英国 英国公民那些 就是欧盟 或者东欧 那些人士 因为脱了欧 那么很多 这些劳动力 会离开了英国 引致 有些 有些 劳动市场 有些情况 出现了短缺 尤其是有些行业 比如交通 酒店 建筑 这些 就比较严重一点 亦都讲到 他 有一个 内文 里面有些 讲到 英国有一个联合的招聘协会 和 北马威媒计师 事务所 就对这件事 就提出了 一些风险的警告 他说 这样 这些劳动力的短缺 就对 英国的经济 复苏 会有 很大的影响 所以提出了一些 有风险 这样 所以就提出了警告 那么 另外呢 他就报道到 有些招聘工 那些 广告 那些广告 就 特别多了 这样 尤其是 在那些 运输 物流 酒店 製造业 和建造业 方面 那些 就多了 还有人手 都短缺的 这样 那 你看看 可不可以找到 第一张 第一个图 第一个 在这里 现在看到了 好像心电图 那样的东西 其实呢 就是说 现在整体的劳动力 那个市场提供 那些 可以提供 劳动力的指数 你看到 现在是不是跌到最低 这么多年来呢 由2000年到2020年 就是这20年里面 现在是跌到最低的 最少的人 可以提供这些 就是可以提供到 好像 那些东欧人 好像未走完 是啊 但是都已经 因为 记得好像 6月底是最后 最后 如果他们不做 那个 就是 留下那个 那个手续 就要离开 这样的 我没记错就是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表 就说到 已经跌到最低 最低的 就是比2000年 更加低 就是 可以提供 劳动力的 那个指数 就是这样 甚至是 跌得很快 你看到 在最高点 那里 你 跌了来 然后 第二个 就是 第二个 就是不同行业 不同行业 在那些 叫做 广告里面 就是 邀 请人的广告里面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 建造业 不是 制造业 第二个就是 物流 仓库 那些 交通 交通 运输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饮食业 和服务行业 你看到 灰色那条 就是 2019年 的 橙色那条 就是 2020年 跟着 红色那条 就是2021年 但是 2011年 刚刚开始了 大约一半左右 但是 你看到 他刊登出来的广告 比任何一年 都高出了 就是说 他需要的 请的人 是多了 反映了这件事 是不是 运输不够人 很多都不够人 第 第四章 第三章 讲到 自从 这个 疫情 限制零之后 放宽了 那个失业率 就 下降了 反而 你看到 限制 完了之后 反而 放宽了 一路 一路放宽 现在未完 由 Level 2 Level 4 Level 3 一路 一路放宽 一路放宽 就 那个 那个 失业率 就一路 下降 你看到 2020年 那里 最高 那里 就是 就是 鎖下降了 英国鎖下降了之后 跟着 一解 那个 Level 一路放宽的时候 疫情 那个限制放宽之后 它就一路下降了 其实 看来 现在 英国 香港 比香港 香港 有6% 的失业率 对 那这里大概是 你当它 5个 左右 对吧 差不多5个 差不多 一路下降了 听我的听众 就会信的 不是听我的听众 就会信的 有什么理由 英国失业率是低于某个地区的 人家说 人家会想起来的 对 但它 在下面的图 在下面的图 56式的图 那图 是说到什么呢 其实是说到有些 城市有些大学的 你知道英國的很多城市都有大學 那些人去找工作的人數是越來越少 那個比率是越來越低 就是在這些城市更加少人去找工作 那我講回加斯克為例 加斯克好像黃色 黃色是多還是少呢? 我見他的尺寸是十個找工作 是嗎? 它應該是 每個找工作的人 即是有一個index 越小的就越少人 越大的就越多人 是這樣的意思 你看到很多這些 你看到這些城市 例如有些1.6、0.6 萬智思大1 即是說很少很少 即是沒有什麼人找工作做? 不需要找工作做? 它不是不需要找工作做 即是 它是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少了人 尤其是這些大學城市 更加少的 提供這些 提供這些 提供 不是提供那個工作機會 是提供這些 去找工作做的人的 那個比率 那個指數是低的 是這樣的意思 另外 這篇文章 最後都講到 這些 這些 持續的 即他的評論 最後的分析 就說 持續的勞動力 勞動力的短缺 可能會導致僱主 推高了 工資 即是那個薪水 如果不是 公司 就要提高 那個價格 以適應 更高的工資 支出 這樣 他說這樣 會導致 即是通貨膨脹 即是這些 這個 這個報道裡面的分析 那麼 那麼 他都講到 隨著這個經濟 那個風 從封鎖中 重開 那麼這個 他 評論為 一個 樽頸的壓力 即是 他突然間 釋放了 那麼多的 即是 那些職位出來 但是勞動力 沒有辦法可以應付得到 那麼 對那個市場 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還有收縮 他還有一段 還說 他還有一段 還希望香港人加入這個 哈哈哈哈 那麼 大家可以有興趣的 就進來這個連結看看 那麼 那麼 其實他都 講回 講回 現時 在英國 那個就業 還有那個供應 那個市場的供應 就是 供應職位的情況 這樣 那麼大家也很有興趣 來看看 那麼其實 不如 你講一下 其實都是一個 就是 好的現象 來的 那麼 如果不是 他們就 一由於 那麼適逢其會 又那麼巧 那麼巧 他們又脫鉤 接著就疫情 那麼 那麼 香港人來到的 其實都是 一件好的事 那麼 那麼 就算你 可能沒有什麼技能 可能都 容易找到 工作 就是這個機會 可能 比較 就是 其實很難 會意見到 你看到 那麼多年來 都 他都沒有跌到 那麼低 就是那個 勞動力那個市場 那個指數 沒有跌到那麼低 但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竟然跌到 這樣的 這樣的情形 那 不如這麼說 Kris 說 首美援 說一說 其實 應該那些東歐人 走了之後 勞動市場 應該短缺 一些人 其實 如果你就算英文不好 你不是傻 慢 基本上 他都聘請你的 我自己這樣想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沒有意見 很補充的 其實就是 你去一個地方 每個人都有點擔心 我明白 就好像你 中學也好 小也好 去一間新的中學 或者小學 你不是又過了 對不對 現在這麼大個人 有什麼事 沒試過 我分享一下 今天 Kris哥做了什麼 今天 Kris哥去收店 收店 第一時間 我開了店 沒多久 我沒記錯 三分鐘 我隔壁的店 有個年輕人衝過來 跟我聊天 我心想 你什麼事 收桌地 他應該是 什麼人 是不是印度人 還是什麼人 巴基斯坦 我不知道是什麼人 總之不是百種人 我不太懂得分 那些什麼人 應該是巴基斯坦 我當是 然後他就問我 你買了這間店 即是用英文聊天 我說 是呀 然後我問他 你是否是Ona 不是 Ona是我爸爸 你找我 我會幫你 其實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其實我第一次嘗試 我都不會 我都會嘗試去做 我都擔心治安有問題 因為我 買過一個舖位 我都是紅色區域來的 但我沒想到 我隔壁的人 是這麼友好的 一向都是 通常 我都沒想過 我真的沒想過 這麼友好的 第一時間說 你有什麼事 你找我 我都幫到你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樓上樓下都是這樣的 即是 他們普遍 即是你不要 你不要 即是說 什麼 他知道你是他隔壁鄰舍 他們是很友善的 即是 他會主動告訴你 你新來的 有什麼事 你記得來找我 什麼情況都可以來找我 你隨時敲門都可以 或是怎樣 即是 他們是比較 很友善的 他不是這樣 他的意思都不是 直接說 因為他要找你 你找他 我沒有問過他 我什麼都沒有問過他 我以為他說 是說說好 他衝過來 跟我說 你是否業主 我說是 他跟我說這條街 沒有很多壞人 沒有什麼壞人 但你不可以說沒有 你真的有問題 你過來找我 我可以解決到 因為我已經做了二十年了 他真的這樣跟我說 好像抱著身 我說好啊 好啊 其實我不是有什麼足足其事 我亦都沒有想過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作為一個中國面孔的人 我沒有想過 大家膚色不同 你都好像很關照我 我送命謀面 我真的沒有想過 英國就是這樣 我真的沒有想過 英國就是這樣 你上學 你兒子上學 都見到的 五雲六色的人 實在是這樣的 他們是無所謂的 不會有種族歧視 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情 其實每一個人 會做第一步的事情 或者走第一步的事情 都會有些擔心 我明白的 但其實有時候 你不走上那一步 你怎麼知道 那一步之後會是怎樣呢 還有呢 我其實想做些什麼 還有這裡的人 真的很熱情 正常很願意幫你 尤其是你跟他鄰舍 鄰舍 鄰舍 他一定是會幫你忙的 大家可以放心 除非你真的去了紅番區 我猜 我那一路其實都是 紅色而已 紅色而已 但味道是紅番區 有些真是紅番區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普遍呢 普遍呢 普遍見到那些人呢 都是很lice 就是個個都是 很ok的 就是你要解決問題 找任何一個 如果他真的幫到你 就是幫你的 就是我就算去超級市場 有時候不懂 因為這裡呢 有些超級市場 都很特別的 有些 有部機呢 可以你拿著 就每一樣東西 就這樣 然後那樣 那頭銷是就 就比較很好的 Software 然後它就告訴你 要給多少錢 接著你按按鈕 接著你都是奪卡 剛剛你當然是不懂的 但他們很主動可以 forms 幫你忙的 ivol Deep 不是那間超級市場的人 不要緊 Chris哥想分享一件事 常常我們某些人衝出來說外國最多歧視 其實我反而來說 反而是我們自己 對呀 他很主動 我今天終於明白這個道理 以前我不覺得我有歧視人 不當不時一定有 作為香港人的理 我相信我想到的事情都是這樣想的 我不會很特別說 我都不會很歧視人 但你說完全是靈 我是不會的 可能 你說印度和巴基斯坦我都有少少的 但我不會說出口 少少不會說出口 其實都沒有 但是我今天 我今天真的這樣說一件事 人家是沒有的 是你有的 是啊 其實就沒有 他們完全 我最初都是覺得 這些人全部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 會不會差一點 其實就不是的 我發覺他們都是 都是很歧視的 當然啦 不要說印度和巴基斯坦 任何一個種族都有壞人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壞人 一定會有壞人 但是我 看你預料些什麼 我們預見 暫時的感覺上 都是 大部份的人都很喜歡 很願意幫助人的 這樣 正常 這是蘇格蘭 第二B 我不知道 英格蘭 意思是我不知道 我今天分享 第二單 不要浪費時間 第二單就說 重症病人 周六 增多六成 英國再增 余三萬確診 我給你一個表 看看 不要叫 現在的個案是 34,471 34,471 死亡做事 其實 你看到我現在有個表 我按進去 你看到最高峰期 一天有975個死亡 去到1月17日 就1281 現在 都是說 每一天21個 想說什麼 Chris Scott 留意到 一件事 阿智兒 都留意到 英國的物業市場 先不要說樓 樓 還有很多人在購 那些店舖 我看到 之前我看的店舖 被人賣光了 現在賣光了幾間 永遠都賣不出的 流水店舖 還有一間 Mary Hill 可能價錢 不值得 120多萬 或者130多萬 那間店舖 還未賣到 其餘那些店舖 不知為什麼 那些店舖 特別好賣 基本上 我覺得 物業市場 基本上 可能已經見底了 說一些店舖 如果有興趣 買物業的 我覺得 你真的要 這段時間 好看 因為我看了那些店舖 已經不見了 禮爺 這宗新聞 你有什麼想說 你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 死亡人數 昨天是6個 那7天 7天裏面 累積的指數 對上 上一個禮拜 上升了 56.2% 入院的重症人數 剛才新聞也有說 接近 65% 比起上一個禮拜 56.6% 即是說 是 是上升了 一樣是上升了 但是 那個死亡 那個 比例 就是 人口的比例 每 每10萬個 人口 即是患病的 中數裏面 只有 0.2% 基本上是跟 那些 流感 那些 我 我知道 他們說 基本上跟流感 差不多 所以 他們經常出來說 英國政府 那些人出來說 都說 他們覺得 可以 解封 19號的時候 可以解封 但是 正式 我覺得 我覺得 他也是 他們就很想解封 但是這篇報導裏面 亦都說到 英國有很多專家 或者 其他各地的專家 亦都在 刺針州刊裏面 刺針 那個刊物裏面 提供了一些意見給他 就是覺得 如果這樣 更多人會患上 這個病 引致 長期的病患 亦都 他說如果 過急去解封了 會引致到這些疫苗 無法可以適應 變種的病毒 那些專家是這樣說 亦都勸 叫 英國政府 考慮 會不會 需不需要重新考慮 結果是怎樣 就不知道 好像說今天會正式公佈 我個人 支持繼續落單 我自己買了舖 都不急著做生意 我真的不急 我有太多事 第二 我覺得 就不想 成為一個 好像風土病 現在肯定變成風高峰 但是看政府的樣子 因為他之前印了那麼多錢 又給了那幫 因為我們 歐洲人 不同 亞洲人 歐洲人 真的是 在家 坐在那裏 等收八成人工 不用做事 亞洲人 真的沒有錢 就沒有錢 沒有工作 就是沒有錢 政府不是給你錢 所以 他的想法不同 因為他給了那麼多個月錢 你這幫傢伙 沒有工作 所以 他真的急著 控制你們 去上班 所以 昨天那場球 那些人 陰謀論 就說英國 就特地 輸的 這場球 要不然 很嚴重的 將會 爆到七彩 因為他們 一定慶祝 慶祝到 不是通宵 是幾天幾夜 慶祝 肯定會出事 昨天那場球 Chris Grubb 不是經常看球 昨天都特地捧場看看 昨天真是踢得糟糕的 兩隊都是糟糕的 兩隊都是這麼差勁的 我反而覺得英國的龍門 除了隊長之外 龍門真的OK 其餘都不太好 當然啦 所以那些人不是說 所以就有陰謀論 就是這樣 尤其是 最後派出那三個 十幾二十歲的 踢最後那三個十二碼 三四五的十二碼 全部都 全部都玩完了 所以那些人就這樣說 這些就是 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那些陰謀論 反映出英國政府 就很心急 解除這個禁止 就是恢復正常的 那麼 你又按進去看那個地圖 你就看到呢 是勁了很多 現在你 現在你住那裏都是 現在你住那裏都是 400至700多人 應該 我都很小心的 不過我覺得 但我還沒打疫苗的 那我應該很害怕 那我不知道你了 那我現在 我這裏就直接剛剛在格拉斯哥這堆字的邊皮這個位置 那你就在上面的左手邊格拉斯哥的左手邊上角的 那全部都已經紅了,即是早紅色的了 即是第二級別,已經是最多人的了 那英國現在暫時最厲害的就是紐卡蘇 紐卡蘇是800人以上的,即是這個地區裏面 你見到最深色的深啡色那裏嗎? 見到嗎? 是,見到 其實有幾個地方都是的,有一個近著米道士堡附近 你都發覺... 劍橋也不行,劍橋是綠色的,劍橋是藍色的 你發覺已經全部變了,但是我發覺英國政府 我想他這次都不會再推遲了 所以... 我也覺得... 所以無論如何都好,來到英國都是自己小心 打了好,打了針未打針都好 就是自己小心,保重做足功夫就可以了 無論打了針未打針都好 嗯... 是... 是... 全部都可以整換掉了 是... 對, 有些地區你不是見到 棗紅色的 裡面其實有很多地方已經變成啡色了 那你自己去哪裏呢? 其實你見到地圖左上角 你住的地方 你打個Postcode下去 那就顯示去到哪裏 那你就知道那一區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這樣咯 是啊 是啊 你進來看看吧 這個就是英國的情況 其實香港是搞笑的 全部都說輸入的都說搞不定 又說要生又要死 香港就沒辦法了 如果這樣永遠都不用解封 如果香港這樣永遠都不用解封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聽到某些新聞說 某些國家說不承認某些國家的疫苗 哈哈 是不是不承認非洲疫苗 不承認那些疫苗 我就聽到那些 香港是沒有關係的 香港你解不解封 但是你在香港是打非洲 香港在打非洲疫苗 不是 那你說沒有關係呢 我講的意思是 香港自己的限聚令都不解除 繼續是這樣 但是其實香港所謂的限聚令 只不過是限聚某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又繼續上班 繼續讀書 繼續什麼 什麼都繼續沒有改善 現在非洲那個島 都是很多事情都不正常的 就這樣說 你留在這裡的 你預算是這樣的 很不正常的 我也免得說 我也免得說 非洲那個島 你知道那個島 你覺得很正常的事 現在覺得不正常 你以前覺得很離譜的意 現在覺得很理所當然 你不習慣而已 可以啦 社會主義 你都知道的 你都知道 我都怕了他 我都要守國家安全法 一個女就還香港穩定 我現在只能夠說非洲而已 社會主義的新常態 你是不認識的啦 我也不認識啦 所以我都離開了啦 那好啦 是呀 今天你都吹得差不多了 是呀 吹得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大家保重啦 拜拜